新加坡人愛過長堤吃海鮮 購物或遊玩 隨著伊斯干達特區的發展 新加坡人也紛紛前去投資 柔佛州總警長莫哈莫·莫達表示 當局號巨資提升了當地保安 包括在州內裝置500個閉路電視 和加強巡邏 去年當地的犯罪率同前年相比 已下降35% 柔佛官方數據顯示 去年到訪的試乘客 達1700萬人次 因罪案報警的只有397起 前年則有466起 他表示警方已經採取行動 逮捕專項施誠客下手的 三個瓜瓜勒詐騙集團的成員 莫哈莫·莫達也說 當地警方已經加強 新加坡人常去地區的保安